毕业季要到了 很多新兴人现在正准备求职 起薪的多寡多半都是求职者的考量 我们就带您看到现在的工作行业当中 起薪是怎么样的行情呢 现在呢今天老委会退出最兴奋调查 排出各行业的起薪高低 这个排名前三名我们来看到 第一名呢是41,697元是港富业 薪资看起来是列为最好的 那么另外排第二第三名 是包括了保险退休基金辅助业 还有邮政业 起薪也都有三四万块 不过有薪水好的 当然也有薪水不好的咯 吊车尾的起薪是什么呢 服务业里头的理发美容业 看起来这个起薪是一万八千多元 是薪资最差的一部分 虽然说服务业看起来起薪是很低的 不过对于想趁暑假打工 赚零用期的学生来说 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人令银行就调查了 在今年五月所释出的 五万多个暑期打工的机会当中 服务业就占了四成 起来 绑起来以后 这个花束就跑出来 手练的折出一束华丽的气球花束 可爱的公主系列 也只需要十分钟 还在念大学的胖打 靠着造型气球表演和脱口秀 一小时就可以赚进五千元新台币 打工教乌克利利 游戏测试员 卖吉他身兼六职 18岁的Alex 希望可以趁着暑假赚进十五万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打工机会越来越多 光是今年五月 就有超过五万多个工作机会 其中服务业就占了四成 但是暑假打工陷阱多 年轻学子可要张大眼睛 公司本身就是大家所熟悉 所知道的 第二就是它的工作内容 要非常清楚 尽量避免单独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因为这样的话 只要你进去的话 可能很多事情 就没有办法如同你的预期 或者料想你可以应变 想趁暑假累计工作经验 赚零用钱 更重要的是要留意自身安全 才是最夯的暑期计划